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情感共鸣 哈利 史泰尔斯 Falling脆弱的心声 让人感同身受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巅峰时刻 泰勒 斯维夫特 Shake it off 释放压力 舞动自我 当我们谈到泰勒 斯维夫特的Shake it off 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一首流行歌曲 而是在探索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疗法的结合 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释放压力和自我表达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背景 泰勒在创作Shake it off 时 正面临着来自媒体和公众的各种批评 他决定不再让这些负面情绪影响自己 而是选择用音乐来反击 这就像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选择用幽默来化解尴尬一样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工作中被批评 然后你就开始在办公室里跳舞 这样的画面不仅搞笑 还能让你瞬间释放压力 Shake it off 的旋律轻快 让人忍不住想要随之舞动 这首歌的舞蹈动作 也成为了一种社交媒体上的挑战 让人们在各种场合中展现自我 这就像是现代版的舞蹈大赛 不过参赛者的奖品是自信和快乐 而不是一个金色奖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舞动自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压力释放方式 研究表明 运动可以促进内非态的释放 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 当你在听Shake it off 时 无论是在健身房还是在家里 随着音乐摆动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你 放松吧 生活就是这样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成功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人们对于放下的渴望 无论是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评论 还是生活中的压力 大家都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来 Shake it off 这就像是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 总是希望能有一个重置按钮 让我们重新开始 总之 泰勒 斯维夫特的Shake it off 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 当你感到压力山大时 记得打开这首歌 跟着节拍舞动 让所有的烦恼随风而去 毕竟生活太短暂 何不让自己多一些 Shake it off的时刻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丽登场 雷哈娜 Only Girl in the World 独特魅力 让人目不转睛 当我们谈到雷哈娜的 Only Girl in the World时 首先要提到的是 这首歌的独特魅力 简直就像是一杯精致的香槟 让人一喝就上瘾 这首歌 不仅在音乐上引人入胜 还在视觉上 给人一种华丽的享受 让人忍不住想要重负播放 首先 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 就像是一场华丽的舞会 让人忍不住 想要随着音乐摇摆 雷哈娜的声音 在这首歌中 展现了她的独特魅力 既有力量 又不失柔情 彭腐在告诉我们 嘿 这里只有我 让你无法移开目光 这种自信的表现 让人不禁想起古代的女王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再来 音乐录影带的视觉效果 更是让人惊艳 雷哈娜在影片中 如同一位神秘的女神 穿着华丽的服装 背景则是五光十色的灯光 和梦幻的场景 彭腐把观众 带入了一个 充满魔力的世界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 让人不禁想起 古希腊的戏剧 当时的演出 也常常以华丽的服装 和灿烂的舞台效果 来吸引观众的注意 而且 这首歌的歌词 也充满了力量 传达了一种 强烈的自我肯定 雷哈娜在歌中 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 却又不失自我 这种矛盾的情感 让人感同身受 就像古代的诗人们 总是能在爱与自我之间 找到微妙的平衡 最后 让我们来聊聊 雷哈娜的舞台魅力 她在演出时的 每一个动作 都充满了自信 彭腐在告诉全世界 我就是那唯一的女孩 这种强烈的舞台存在感 让人不禁想起 古代的英雄 无论深处和地 都能成为众人 瞩目的焦点 总之 雷哈娜的 Only Girl in the World 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 更是一场 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她的独特魅力 让人目不转睛 彭腐在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 并且自信地展现出来 所以 下一次 听到这首歌时 不妨跟着节奏摇摆 让自己也成为 那唯一的女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共鸣 哈利 史泰尔斯 Falling脆弱的心声 让人感同身受 哈利 史泰尔斯的Falling 是一首让人心碎 又感同身受的歌曲 这首歌不仅仅是 旋律的美妙 更是情感的深邃 当我们听到 哈利那脆弱而真挚的声音时 庞腐能感受到 她心中那股 无法言喻的情感波动 这正是情感共鸣的力量所在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脆弱这个词 哈利在Falling中展现了 她对于失去和孤独的深刻理解 这种脆弱感 让人不禁想起 自己曾经的心碎经历 就像是当你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独自坐在沙发上 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 却又忍不住 想起那段过去的恋情 心里的感受 就像是那杯可可 外表温暖 内心却是苦涩的 而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 恰如其分地捕捉了 这种情感的复杂性 哈利用她独特的嗓音 将那份脆弱与不安 表达的淋漓尽致 让人不禁想要 跟着她一起坠落 这种共鸣感 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中 彷彿也成为了 她故事的一部分 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 都是纳摩真实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情感深度 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学生 在课堂上分享她的经历 她说在听到Falling时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因为她想起了她的初恋 她形容那种感觉 就像是一只小猫 在心里打滚 既可爱又让人心疼 这种情感的共鸣 正是音乐的魔力所在 能够将我们的内心世界 与他人的经历连接起来 总之 哈利·史特尔斯的Falling 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更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们每个人 心中那份脆弱与渴望 当我们在音乐中 找到共鸣时 便能感受到彼此的连接 这正是人类情感的美妙之处 所以下次当你 听到这首歌时 不妨放下心房 让自己随着旋律一起坠落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探索了 三首引人注目的流行歌曲 分别是泰勒 斯维夫特的Shake It Off 雷哈娜的Only Girl in the World 以及哈利 史特尔斯的Falling 这三首歌曲 不仅在音乐上割具魅力 更在情感表达与文化背景上 引发了许多深刻的思考 首先 泰勒 斯维夫特的Shake It Off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 告诉我们 如何在面对批评时 选择用舞动来释放负能量 接着 雷哈娜的Only Girl in the World 则展现了自信与魅力 让我们明白 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做自己 最后 哈利 史特尔斯的Falling 让我们感受到脆弱与情感共鸣 提醒我们 在孤独中也能找到连结 这些歌曲如同一扇窗 让我们得以窥见 音乐背后的情感与故事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舞动与自我表达 是释放压力的良方 而情感共鸣 则让我们彼此相连 分享那些无法言喻的心情 说到这里 我想再补充一点 有时候 生活就像一场舞会 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节奏 无论是快乐的Shake it off 还是忧伤的Falling 最重要的是跟着音乐 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动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于这些歌曲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在你们的生活中 有没有用音乐 来释放压力的经验 或者你有过与某首歌 深刻共鸣的瞬间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哦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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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